OK 那再來的話 剛剛同學問到有沒有分大小寫 SEEGO 是沒有分大小寫 那我有時候習慣寫大寫啦 OK 那再來的話 剛剛提到有關那個 除了新增查詢 刪除修改之外 那查詢其實蠻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要進階查詢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 類似像讓使用者 比如說我要查會員好了 會員幾號 比如說他有點像那個 一般會員都有會員編號 那你輸入會員編號 那把資料帶出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你們可以運用那個52頁這邊有一個input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用互動式的 查詢會員 這邊有個我把那個查詢會員打開來 查詢會員 那查詢會員裡面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呢 我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敘述 再哪邊增加 在input的下方 這邊input 請輸入那個什麼呢 會員編號 比如說會員編號 那比如說呢 select 這邊會出現A欄 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給一個條件 比如說x x的話就是他編號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 應該1號刪掉了 查4號了 4號是誰 幫我把4號調出來 那怎麼怎麼查 第一個的話你就把這個 這個input 應該加在這裡好了 我把它加在原來的那個 那這邊有刪除 刪除把它拿掉 刪除資料 查詢部分的話 主要是 這三行不變 然後主要是這個 那我就在這個上方 這個把它蓋掉好了 就是增加一個查詢啦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x 然後請輸入會員編號 後面的話呢 把原來slate的語法 加上會有的敘述 會有後面的話 就是欄位名稱 哪一欄 A欄 等於什麼呢 一個input的值 比如說我要查4號 那我就輸入4 把這一行刪掉 OK 好 所以喔 其實就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input 然後把這個地方加一個這個 OK 好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請輸入編號 輸入4號 Enter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結果呢 只會帶出4號的結果 其他的 就不會顯示出來 OK 所以如果你只要查哪一個編號 比如說我要查10號 輸入10號 10號掉出來 OK 那這有點像是你去買東西好了 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它用條碼其實就掃編號 掃那個條碼 就是它那個商品的編號 然後它自動會帶出那個 商品的相關資訊包含它的價錢 然後就可以快付結帳 其實道理差不多 其實背後也是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是第一個 查詢編號的部分 那第二個如果說我要查關鍵字 什麼關鍵字呢 比如說我姓名 我只知道說他姓李 他姓陳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可以拿這個 第二個 這個關鍵字 修改的話請你把剛剛這兩行 蓋過去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把它改成 關鍵字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這裡 會喔 因為姓名喔 它是在哪裡呢 姓名是在B欄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後面如果是文字的話 記得用like 然後裡面的話呢 放一個x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s放的 方式喔 蠻特殊的喔 你這個s喔 剛剛是直接 因為它有數字喔 所以直接 直接放一個x 但是呢 因為喔 我們現在是要查一個文字喔 所以喔 記得文字的話 前後要 單引號 然後裡面放x 但問題來了喔 x要串接 所以串在中間 所以是 把它怎麼樣 分開來 然後裡面 前後串一個x 這個相對比較 可能會容易出錯喔 串一個什麼 x在裡面 前後一樣有單引號 單引號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要不管說前面是什麼 不管是後面 因為如果你今天輸入x一定要全名 可是我只是他姓李啊 那我想知道姓李的那些會員幫我調出來的話 那請特別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單引號的 前單引號的後面加一個萬用資源 百分比 意思就是不管前面是什麼 在後單引號的前面 就是他的左邊加一個 萬用資源 那這個就是說不管是 前面後面是什麼啦 反正只要有這個 關鍵字的話 就幫我把那個人的資料帶出來 比如說執行 請輸入姓名 殺姓李 OK 那幫我把姓李的 調出來 Enter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找到 三個姓李的 這三個是不是啊 是的話你就可以找到他的電話號碼 OK 那當然呢 將來如果你只需要某個電話碼 那你這邊姓號你可以把它改成 比如說姓名跟 電話號碼 兩個欄位就好 你不需要全部欄位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在這個姓號 的地方做一點 動一點手腳 OK 那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 記得喔 就是 百分比符號 然後串接在中間 這個 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叫關鍵字查詢 其他還有日期查詢 比如說哪一天到哪一天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1970 比如說1970年 到1980之間 的人的會員有多少個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就可以有一個 哪一個時間開始到哪一個時間結束 這個地方的話 關鍵就是用Between Between 那在C欄是他的出生日期 所以 把它執行一下 問他 哪一天開始 比如說 1970的1月1號 到哪一天結束 198 1970 19 1979好了 的12月 31號 這個區間的會員資料幫我調出來 那我們可以用Between 跟End 這個日期 到這個日期 OK Enter 那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把 這個區間的 會員資料 通通調出來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日期的部分的敘述方法 那這個的話主要比較常用的 按照編號 按照關鍵字 按照日期 去做 進階的查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我是把它放在 52頁的地方 OK OK